怎麼樣把Json轉成CSV 感覺好像很複雜 其實網路上也有蠻多討論的 不過如果用Python來寫 真的比想像中還簡單一些些 那主要有哪些地方要修改 第一個的話 因為我們要把這個最後的結果 各位可以看到就下面這個 我已經這個跑出來的結果 本來是上面這個 那可是我現在這個是等於是List2 List2放在List2裡面 所以我要把List2裡面的第幾個 第0個 所以這個應該是中瓜5-0 中瓜5-1 這個是中瓜5-4 那我要分別把它拿出來 做什麼呢 因為我要把它變成字串 因為CSV的話中間是痘點 所以理論上中間要把這個資料抓出來 然後中間再放個痘點 全部串在一起 全部串在一起變個字串 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你要變成什麼的話 我的習慣會先在FOR迴圈上面 多加一個所謂的空白的字串 OK 當然如果未來你需要說 這個東西前面先加什麼 欄位名稱的話 那你可以先怎麼樣 在這個前面多增加一個這個 S等於就不是空的 就是先給它欄位名稱 因為我們資料裡面好像沒有欄位名稱對不對 所以我先在這個S裡面先放什麼 先放這些欄位名稱 最後記得先再加個換行 因為沒有換行它全部串在一起 不對 OK 這樣來做什麼呢 一樣 這個DIC的裡面我把Value抓出來 然後放到List 特別注意這個List我怎麼樣再把它變成串接 特別是S加等於 就是S等於S S加 加什麼呢 你可以用Format 我這樣前面講過了 就是因為我要放五個東西 所以放五個瓜糊中間加豆點 最後加一個換行 Format 點Format後面的話就分別把 0 1 2 3 4的東西呢 放到這個什麼呢 大瓜糊裡面加一個換行 不就是先放一個欄位名稱 然後就第一筆 第二筆 第三 第四 這樣就OK了 所以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呢 我把這個List2 print 最後把這個S print的出來 那各位可以看到呢 現在速度變快了 奇怪 有沒有 這個是藍位名稱 有沒有就是 剛剛放在最上面 4圍圈這裡 然後呢 底下就是一個一個的 幫我抓出來 中間加豆點 你應該可以看懂這個意思吧 最後的話 如果說 已經看到是CSV裡面要的 但是最後怎麼存檔 其實存檔還記得吧 就兩行 所以未來如果你要存檔的話 非常簡單 這邊的話你可以用那個FW物件 等於什麼呢 等於open open什麼呢 跟他講說 我要幫我存一下叫PM25 點什麼呢 CSV 好 這樣後面的話 豆點加一個什麼 讀是R嘛 如果寫的話就W OK是這樣子 意思說我先開一個開一個新檔 然後再來的話做什麼呢 FW這個物件裡面有一個叫Rise的方法 Rise什麼呢 把SRise到這個檔名裡面去就好 意思就是你現在看到的東西就存檔 所以你會發現 存檔 就是這兩行 如果說你要存在別的地方 你就自己在前面加什麼CMount 斜線哪個資料夾 斜線等哪一個位置 加一下就好 OK應該 應該不難吧 OK我覺得存檔 這個Python是在寫太簡單了 就等於跟我們一般操作 沒什麼兩樣了 OK好 最後把它執行 執行之後的話呢 各位可以看到 它如果有秀出來的結果的話 那這邊就會有一個PM 因為我是放在根木屋底下 所以這個底下的話 就有個PM25點CSV的檔案 記得喔 如果你要讓它出現的話 記得就按在R1 這個SRC上面按右鍵 把它Refresh一下 它才會出現 不因為網路怎麼感覺怪怪 剛快到一個不行 現在慢到一個不行 到底什麼 反正最後應該會看到 這應該沒有問題 有出來了 Refresh 那你可以看到PM25點CSV 點開來 因為它會用Excel開 所以開起來的話呢 理論上應該是OK的 這是欄寬不足 OK有沒有 所以你將來可以把這個檔案 就寄給人家了 其實Python裡面有支援E-mail 你可以產生之後 然後再E-mail 添加給一個清單 看要寄給誰 哪個寄給誰都OK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把那個 就是把那個 Json很快的可以再轉換成CSV OK 那這來後面 其實我還有講到有關那個XML 道理都一樣 差別只是說呢 我們會在另外安裝一個叫Element3的東西 因為XML的格式比較特殊 那Element3這個模組哦 它有一個缺點 像是不能直接吃那個Request 餵給它的 所以怎麼辦呢 這邊我會寫說 你必須要先把東西先Request下來 先存檔 再餵給Element3去開檔就可以了 不然好像沒有更好 因為其他我找了很多的模組 好像都沒有很好用 這個最簡單 但是這個缺點是不能直接去抓那個 Request位給它的 它只能夠去讀某個檔而已 那沒關係啊 我就怎樣 所以我這邊有寫個方法 我乾脆先Request存檔 存檔很簡單嘛 剛剛不是講過 然後再去把它讀進來 OK 然後呢 再分別去擷取它裡面的東西 就完成了 OK 所以有關那個XML 其實也差已經不大 那如果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先看 因為時間的關係 今天也許就先講到這裡 那下個禮拜的話 我們重點就會擺在雲端擺板上面的 0604 0604部分 所以回去的話有時間可以稍微先看一下 那不一樣的地方是網頁非常富 網頁裡面是HTML加CSS 又比今天的更複雜喔 所以我們要先解析 其實我們會另外安裝一個套件叫Beautiful是不是 這個東西最厲害的地方就是什麼 它可以直接抓你要的那個網頁裡面的什麼特徵 所以如果你想要抓的東西有一個特徵的話 你可以針對那個特徵就抓到你要的資料 OK 至於那個特徵其實就是你要懂那個HTML的標籤 比如超連結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小於A A HREF 有沒有 或者是表格就Table 然後一列就TRTD那些比較常用的標籤 那還有就是CSS 可能CSS有哪些類別 OK 大家也不用知道太多 大家基本知道就OK了 下一個禮拜的話 原則上我們就再來看這部分 比如說有幾個範例 蠻常見的像什麼抓YouTube的清單 比如說可能我要去下載之前 我要先抓它的名稱 跟它的超連結位置對不對 那以前的話 如果你用土法令剛來做 然後永遠做不完 像我們要整理影片 我幾萬個影片我怎麼整理得完 所以有沒有什麼快一點的方法 可以用這個方法來做 所以後面有幾個範例 第一個就抓YouTube上面的清單 第二個是抓Yahoo的新聞 第三個抓ET Today的新聞 那第四個的話 就是再去抓台銀的外匯 比如說外匯很多銀行 比如說我希望 比較哪一家銀行的匯率最優 那當然你不是突然 每天都自己在那邊手動抓 沒有 你就是寫好程式之後 自動全部抓過來 自動幫你比對 然後自動做報表出來 甚至自動email給需要收到的人 就很OK 再來的話 還有就是Google的結果 我想下個禮拜來看 OK 那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先講到這裡 回去我一樣會把影片上傳到YouTube 就回去自己再稍微看一下好了 OK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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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